好 是不是這個 對於賴清德來說 現在韓國瑜又要開始 黑韓產業鏈又動起來了 其實我們看到 昨天有一些學生去到立院 突然就是遇到了韓國瑜 就問了這一句 用膝蓋 用膝蓋走路 我們來看看昨天這個畫面 來 同學先往後面 對 可能就是小孩子 就是想要弄一下網路梗什麼的 當下其實韓國瑜的反應就是說 抓緊時間拍照 可能也沒有聽見 但是是不是綠營又想要 形成一個破窗效應 因為之前那個黑韓 黑到說好像就是 變成了一個蜂巢 很多年輕人也不知道 說發生什麼狀況 但是覺得說 這就是一個流行 就像這種threat上面的 這種文化 青鳥 跟著飛出去覺得 那是一個很熱鬧的場合 那是一個很時髦的事情 大家就跟著做了 但是這一次看起來立委選舉的時候 黑韓的招數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那但是卻是形塑出很多 民進黨裡面的一些仇角 就是他會在那個鏡頭前面刷寶 講一些很不合邏輯的話 現在連賴清德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據說就是有很多民眾投訴 投訴誰 投訴王毅川 吳貞 說節目上面都在玩 都不講政策 所以上週的中常會 其實賴清德就拿出了民眾的電話成請表 還甚至講說 你們都知道我喜歡看這個 他喜歡看民眾的這個call in投訴 他嚴肅的點名了王毅川 還不止 這不止一次 他說政治人物要呈現專業的形象 特別你還是政策會的執行長 轉頭又叮嚀了吳貞說 要多多培養專業能力 對你們的政治路才會走得長遠 而且你代表黨 如果只是這樣子很可惜 可是也有人講說 你講說他們都在吃東西都在玩 那這不是一個民進黨普遍的現象 你說看看范雲的直播 然後或者是吳奕佩 黃潔 跟沈柏洋的直播 也是吃吃喝喝在那邊聊食事 林俊憲甚至還喝酒 賴清德只挑他們兩個獎 是因為仇恨值比較高 要先找兩個人 然後來做一個主要的制止的對象 可是這很矛盾 因為其實賴清德 這是你一手造成的 在選前不就是這樣子 高喊說要搶救王毅川 甚至那時候也是有梗圖說 要來搶救毅川大兵 那時候的王毅川就開始很糟驚 就是以前的王毅川 還沒有到這麼誇張離譜 就一下起當一下子 什麼在節目當中還就是 什麼上升了 那還有講說什麼 大陸的高鐵沒有靠背 那個都是演員 非常離譜的言論 這不都是你賴清德 縱容之下造成的嗎 怎麼會 你現在突然覺得說他們要有專業 那當時他不覺得 你賴清德 你不覺得政治人物需要專業嗎 在選前的時候 就可以放任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現在更加離譜的事情接二連三出來 我們最近一直在講的 許智杰一直在麗院門口24噸 然後好像每天就是找著這個 原汁哥這樣子 一下子又有什麼事情挑個毛病啊 一下子又什麼 現在炒聲量 都用這種偏風的方式 那黃捷更不用說 什麼麗院開鎖cosplay 那這個現在看起來 這個綠營 測衣清鳥也都沒有意見嗎 但是反觀 你看看他們都是在這個麗院裡面 瞎搞瞎整 當初韓國瑜膝蓋這件事情 他其實是去博恩夜夜秀 在講養生的事情 還做了一個示範 那也是為了人家節目效果 可是卻被你拿出來 吵了那麼多年 甚至在這一次立委選舉裡面 都還要拿出來做成廣告 這合乎比例原則嘛 那再來看看 這個吳思瑶講 總運算案如果遭到第六度的阻攔 現在彷彿是民主政變 很多青鳥就開始在喊說 這個總統瘋起來啦 這個綠營側翼就講說 直接就是宣佈說 好像就是反正他自己 自己來宣佈自己當大法官算了 直接戒嚴算了 開始喊出這樣的話 人家講說 難道真的要搞得像希特勒一樣嗎 就是好像希特勒當時掌握了 掌握了國會多數之後 就開始修改了政治的制度啊 規章啊 就開始變得更加的獨裁 納粹黨一般喔 那這個事情難道現在就是 民進黨打算做的嗎 還有這個禁法補償 拒給6萬有粉磚挖出來 總統令打臉了政院喔 他內容寫到6月24號公佈 補償金為114年起 每年每公頃 新台幣6萬塊錢 政院違法好意思嗆藍白違憲嗎 所以網友看就說 新鳥要飛出來嗎 這個是總統跟行政院長 公然危險 我們先來問一下元智哥 就是韓國瑜他在跟學生 在議場前面要拍照的時候 這個學生說喜愛走路 其實大家如果去看那個影片 完整的 比較完整一點的影片 很多人都說韓院長我愛你 我只看到很多人 都在稱讚韓院長 那只有這一個學生 我不知道出於什麼心態 也許好玩 或者是想要故意要酸一下 大冒險 你不要怕輸了 但是我覺得你看完整個影片 其實絕大多數的學生 都是很喜歡韓國瑜 我是覺得如果有人要刻意用 以為說可以複製 當時在高雄 很多年輕人故意黑韓國瑜 這招要去黑韓院長 我覺得沒有什麼用 因為韓院長現在 他在民間的聲望是還滿高的 等於說他現在有一個金聲 大家不會把你對他的 這一種攻擊去當一回事 所以像吳思瑤現在也都是 刻意想要去攻擊韓國瑜 然後說什麼立法院很亂 都是韓國瑜害的 關韓國瑜什麼事 你們民進黨不要亂 都沒事了 你怪韓國瑜 大家心中自有一把尺 另外就是民進黨現在 喜歡挑撥力間 就是說韓國瑜現在聲望很高 他是他跟2028年 會跟盧秀燕必有一戰 我覺得講這個也是很無聊 韓院長我們是樂見他越來越強 他越來越強 他就是我們國民黨的公共財 2026不管他助選 2028他不管助選或自己參戰 我覺得對國民黨都是好事 所以我們 我覺得韓院長現在我們都對他非常有信心 他很厲害 就是說他可以主持意識很中立 然後又能夠讓國民黨資者覺得 他有在幫國民黨 這個拿捏很困難 但是我覺得他恰到好處 王毅川的部分 其實我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我看王毅川後來上節目也沒有什麼在禮 在清德 因為有一次有一個節目 那時候主持人就是故意介紹王毅川的時候 王毅川還假裝很莊重的樣子 大家好 就是他就不嬉皮笑臉 他好像還有一點在酸這件事情 就是他也是有點不以為難 但我覺得這個事情為什麼會傳出來 這個事情理論上應該是 就是在民進黨中常會發生的場景 那誰會把這個事情告訴媒體 就是你們民進黨的人 所以民進黨的人是不是 刻意要藉由這個方式 讓人家以為 讓人家覺得說 王毅川 吳貞這兩個人 現在有點黑 主席對他們兩個都很不滿 我覺得其實這個跟他們的內鬥 我覺得多少少也有關係 否則的話為什麼 剛剛財君也舉了那麼多 更荒謬的人都有 黃潔那麼荒謬你不去講 對不對 你都不講 你只講王毅川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跟內鬥 也是有關的 然後再來講到吳思瑤 又在發明新的名詞 民主政變 沒有民主政變 你只要依法編列預算 因為台灣除了民主也是法治國家 依法編列預算還是很民主 反倒是我覺得賴清德 現在是變成民主獨裁 就是他雖然是選舉出來的 可是他把所有的制衡機制 全部廢掉了 沒有制衡 只剩你唯我獨尊 所以即便你是民選的 但是你就是搞獨裁 這就是民主獨裁 好 來問旺哲 韓院長現在人氣很高 是事實 顯然民進黨已經看到 他的高人氣 想要蹭他的人氣 所以很多議題 都跟韓院長有相關 至少有蹭就有版面 就是說你蹭出來的效果 當然沒有像四年前 那時候韓國瑜被罷免 那樣的情況 來得這麼高 所以你要發動籌還 就籌還不起來 這可是民進黨現在有問題 因為他們也找不到其他人 現在也只能找韓國瑜 可是你打韓國瑜的方式 跟效果看起來也沒有很好 反而還變成說韓國瑜 自帶流量聲量更高 有點在幫韓國瑜 抬舉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這效果不是很好 再來還談到說 王毅川這件事情 我覺得現在顯見一件事情 可能是賴清條看到 這份民調 這個是台灣民進黨會 做的民調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民進黨的支持度 他的民調是往下掉 那顯然這幾波 民進黨的這些黨公職 在幫黨在辯護的時候 沒有效果 你還在開直播 在開吃播 那民調上面就呈現說 你民進黨的民調都往下跌了 可是詭異的是 民進黨的民調往下跌 可是賴清德的民調是止跌了 甚至還有點回聲的感覺 所以就變成說 現在民進黨支持者 他可能喜歡賴清德 可是他不喜歡民進黨 民進黨這樣的情況誰要負責 發言人要負責 然後你的政策會執行長 王毅川你也要負責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可能是看到說 現在黨的支持度是有下跌的情況之下 所以才會說中 因為顯然 現在民進黨的這些人物上節目 不是在吃播 就在罵柯文哲 你看有台的那些節目 民進黨的人 通通都在罵柯文哲 每天都在罵 可是你罵柯文哲的時候 你拉不抬你的政黨支持度 你也沒辦法把民進黨的政策說好 賴清德要推什麼政策 你要幫他辯護什麼 我看也沒什麼人出來幫他辯護 就賴清德講完之後 就讓輿論去這樣子下去了 這些民進黨的黨公子 或民進黨的立委 通通都在罵柯文哲 你罵柯文哲的效果 就醒來這份民調上面 就是說你的民調往下降 反而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還往上升一點 我覺得賴清德是看到這樣的情 可能是感覺到這樣的情 因為他絕對比這份民調 還要掌握到金鐘 過去在大白會常常講 民進黨的民調是做得最準的 當有任何風吹草動的時候 賴清德不會不知道 當他知道的時候 他一定會找人開刀 只是說現在這個人就是 吳征跟王毅川 因為這兩個人在黨內 坦白講 你說他們常常上電視 他也常常上電視 常常上版面 但是他們的表現 我相信賴清德自己心裡有一把尺 表現好還是壞 你不能說每天都在吃吃喝喝 在玩樂 甚至現在很多立委在搞笑 跳這個16吨24吨這些 我覺得可能在賴清德眼裡看起來 都會覺得說 你們應該要論述吧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這樣做論述 或是做怎麼樣之類的 你們這些都是我的愛將 反而你們這些論述做不出來 變成笑話 變成小丑 賴清德他是有 他對他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過去大家可能聽到一些評論 都覺得賴清德對自己 自己要求很高 你看他出來之後 他唯一不能亂的就是他的瀏海 他出來一定要把瀏海弄好 以前我們訪問賴清德 他都會先撥一下瀏海 把他撥整形 他對自己要求是很高的 在他自己要求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他旁邊這些人都在搞笑 然後都在搞這些五十三的事情 你沒有幫助到民進黨 你覺得賴清德不會找你開刀嗎 他一定會找這些人開刀 好 來問惠仁哥 那個王毅川跟吳鎮 應該跟葉元智比較熟 所以板橋的朋友 如果你們要罷免葉元智的話 我支持你們 唯一能夠讓葉元智 不要再去三立的方法 就是把他罷免掉 至乎我能夠想到的方法就這樣 我呼應剛剛望哲雄提到的 這個政黨支持度 請望哲雄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才是民進黨 你當個民調上上下下 那些吳鎮跟王毅川 都是賴清德安排 民進黨黨主席是誰 民進黨黨主席就是賴清德 他可以立刻就把吳森換掉 因為他是黨職 那個根本不用經過什麼 權序部什麼立法院的 他不高興就把它換掉 政策會執行長 也是黨主席說換就換 所以這個就驗證什麼 就驗證之前這個林俊憲 我覺得林俊憲 這個就是賴清德子弟兵 之前在友台的節目講說 賴很無聊 他都有在看節目 果然林俊憲講的是真的 你怎麼竟然講說 直接說賴清德很無聊 再給你一次機會 他就給他 賴很關心 他本人都會看 就是無聊到說賴清德 都在看節目 所以賴清德是一個 非常無聊的人 剛剛這個同一個民調 是旺哲兄引述的 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 這叫做什麼 對韓國瑜的感情文 這什麼意思 他的選項是這個 你對韓國瑜有好感 沒感覺還是反感 我對韓國瑜是沒感覺 這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在做說他以前 從2019年12月之後 就是韓國瑜總統敗選之後 這個友誼農就不再做 韓國瑜的感情溫度 然後你們都說他回溫了 他怎麼樣怎麼樣什麼的 我都覺得很奇怪說有這麼嚴重 就一個感情溫度 都有人說要叫他選總統了 沒關係 翟軒我也不要每次都當250 你們很高興 那韓粉看得很興奮 覺得韓流又回來了 韓國瑜又回來了 然後立法院 我請問大家 為什麼會有高中生 跑去立法院的那個議場門口 合照 為什麼 那都安排好的 你問跑過立法院的 羅旺哲就知道 沒有立委安排 你高中生可以走進去 然後院長會出來跟你合照 立法院長不主持 院會不主持 查理協商 然後站在議場門口跟你 旁邊不是立委 就是中和那個張志倫 張青中 他們小孩 安排 你也好了 那個高中就是中和的 某一個高中 我就不要跟高中生計較 但是我要請問大家 一個問題當晚的結論 這個是上個禮拜 這個總質詢結束 然後這個民進黨結束什麼 王定宇 吳思瑤 他們跟中文太在議場合影 這個旺哲兄就知道 這個是總質詢結束 這個慣例 大合照 大合照 就這幾個人合照什麼的 我請問大家 剛剛不是講嗎 就剛剛宅宣院引述說 行政院沒有依照立法院 通過的三讀的這個法案 來編預算對不對 就是你們講的原住民 那個什麼進法補償 沒問題 既然行政院沒有依法編預算 我請問大家為什麼總質詢結束了 為什麼 我就請問國民黨跟韓院長 為什麼還有總質詢 你總預算不省 你應該是告訴行政院說 你把總預算重新編列 以前有沒有因為這樣子 重新編過 有 老農津貼以前就重編過 就發現說大家都要加碼什麼 那我就在補編 就是主記長講的那個方法 我就不細數了 觀眾朋友 你現在有沒有發現 很好玩 你一邊告訴大家說 行政院是違法的 但是院會的總質詢 跟委員會的質詢 我們繼續讓 我們繼續讓 然後行政院長可以上台 部會首長也可以上台 然後立委在那邊質詢什麼的 你們還不是馬照跑 舞照跳 你們有沒有非常的兼蔽親 也告訴卓榮泰 告訴行政院說 你重新送來 不然我們就不理你了 我總質詢也不開 我院會也不開 我委員會也不開 我就不開 等你重新把合法的預算送來 我才開 不是應該這樣子嗎 那你都說他違法違憲了 你還質詢他 是誰的立場站不住腳 是你國民黨站不住腳 你到底要幹嘛 你如果認為這個總預算是不對的 是不尊重原住民的 你就根本就不要開會了 你還跟他開什麼會 他都不依照你通過的法律 來編預算的 總預算給你亂搞一通 你說6萬 我就是編4萬 你怎樣 不然不然就大家發Pocket 但行政院都不理你了 你還要什麼自行車呢 我不曉得你們到底要幹嘛 你要你就全部 我所有行政院東西 我通通不要了 我就瘫痪立法院 沒有大家來輸 怎麼一邊要吃和解飯 一邊要總質詢 委員會也要開 你到底要幹什麼 我請問大家 誰放假消息說 民進黨要動員青鳥來對決的 結果昨天記者 報警問中央黨部 問民進黨中央黨部 問民進黨立院黨團 問那個賴宗強律師說 你們有沒有動員青鳥 沒有 我們誰跟你講說我們要動員 沒有 國民黨誰放假消息說 民進黨要撈青鳥出來 我也沒有收到消息 然後反而是國民黨動員了2000人 現在已經在立法院外面了 三點要籌議協商 兩點就集合了 是有人在做假新聞放假消息 太可惡了 好 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忙回來